好 今天健康时间我们来聊到的是 今天是礼拜五晚上 很多人可能在下半时之后 都会跟好朋友一起去喝杯酒 小酌一下稍微放松一下 大家应该都听过小酌怡情这个成语吧 那么很多人觉得可能小酌无伤大雅 但事实上医生也说了 研究证实其实就算只是喝一点点酒 对身体都会造成蛮明显的影响 我们来看到这个世界卫生组织 他们已经有统计每年有超过300万人 他们是死于有害使用酒精的 全球的疾病损伤负担有5.1% 其实这一些都可以归因在酒精 那为什么酒精会对我们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呢 我们刚刚讲到就算只是喝一点点酒 都会对身体有影响 有哪一些影响 其实最明显直接的研究就是说了 会很快的加速我们身体老化 而且我们来看到不管你是频繁的饮酒 还是持续持续偶尔有在喝酒 或者是很少喝酒或者是持续定期的喝酒 这四种喝酒的方式呢 都会表现出你的身体有明显的更高的加速老化 而且研究还显示其实有两类的族群 老化的速度是更快而且更明显的 包含了像是女性还有小于45岁的人 如果他们喝酒的量比较增加了 那么加速老化的状况就会更加的明显 所以大家可能不要再觉得说 小喝一点或是偶尔喝一点可能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来看到有医生就讲 因为其实使用大量的酒精 可能会造成我们脑的神经细胞退化 但是如果不喝大量我们只喝一点点呢 医生就讲 像是如果你每天喝一罐啤酒 其实听起来已经不多了 这还是会让我们大脑皮脂的厚度下降 这也等于是让大脑加速老化 大约有两年的时间其实还蛮多的 而且进而影响到整体我们的脑容量 都会明显的下降 可能久了你会感受到记忆力变差 或者是年纪再更大 可能会出现失智等等的问题 其实都会伴随而来 所以医生就讲 常常遇到很多人问他说 医生我到底一天可以喝多少酒比较适合 其实医生就会告诉你 其实一点点都不要喝是比较好的 不过当然还是可以知道 大家有时候会用酒精稍微疏解一下情绪 还是要提醒大家少喝一点 而且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 除了可能有人压力大会喝酒疏压之外呢 其实压力大也有可能会导致 所谓的胃食道逆流 虽然我们大家都有听过 像是高丽菜山药 这些都是比较可以顾胃的食物 但是现在医生就提醒 其实呢这些顾胃的食物 当你正在胃食道逆流的当下 是不要吃对你的胃会比较好 否则反而会让他更加的严重 我们来看到胃福部统计 在108年的时候 国人大约有48.7万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 但是到了112年已经增加到了57.3万人 有胃食道逆流的困扰 也就是这5年呢就增加了将近9万多人 他们也有发现大部分都是50到69岁的人 出现胃食道逆流的状况是比较多的 那胃食道逆流呢通常原因包含了像是三餐不正常 可能就是有一餐没一餐 或者是暴饮暴食 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吃的太快 没有细嚼蔓延 喜欢一些比较刺激性过甜或是过辣的食物 还有长期喝酒喝茶跟喝咖啡 这一些都是胃食道逆流可能产生的原因 那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胃食道逆流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火烧心的感觉是最好判断的 另外呢如果你常常喉咙里面有痰 常常要清喉咙或者是声音沙哑 其实呢这一些都是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之一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高丽菜山药这一些东西呢 大家都知道吃的是相对比较顾胃的 可是反而在胃食道逆流的当下 千万不要吃这些食物 医生就讲像是高丽菜 因为这个胃酸多的时候吃多 高丽菜反而容易胀气会不舒服 另外山药地瓜这些淀粉类的 也会刺激胃酸分泌 还有鲑鱼抽刀鱼 因为他们属于油脂比较高的蛋白质 对于胃来说呢相对负担也比较大 也是一种刺激 医生有提到说 其实胃食道逆流主要分成三个级别 每一个级别吃的东西会有不太一样 第一个就是最严重的时候 也就是疼透期 就是正在发作的时候 这时候最好吃一些白饭白面条 软烂的小白菜丝瓜 鲁鱼黄鱼这些东西相对比较好消化 恢复期呢就是稍微比较好一点 但也还没有完全好 这时候可以吃软饭稀饭 避免炒饭跟烩饭这一些油脂比较高的饭类 那么预防期呢 也就是你已经好了 接下来不要让它再复发 这时候可以吃红藜麦糙米乌菇米 山药跟高丽菜 其实就是在这个时候吃 也就是说你等要胃食道逆流完全好了 才可以来吃这一些食物 那么医生也有特别建议 如果平常吃饭有喝汤习惯的人 喝完汤建议过了10分钟之后再吃饭 相对来说呢 你的这个食物在胃里面也会比较好消化 不会胀气 反而增加你胃食道逆流对身体的影响 好接下来我们带大家来看到的是这个心脏病呢 其实国人也有明显的大幅增加 当中心脏衰竭通常指的是呢 心脏没有办法有效打出足够的血液 让我们的身体呢 有这个完全需要都可以得到 这种状态主要就是由心脏病 冠心病还有高血压所引起的 主要的症状有哪些呢 包含像是呼吸困难 或是你觉得很疲倦 脚踝跟腿部水肿 还有持续的咳嗽 如果出现这些症状的话 提醒大家要赶快就医 很多人都听过心脏衰竭 其实就是心脏无法打出足够的血液 提供给全身的需求 一般可以分为两种心脏功能不佳的心脏衰竭 会让心脏的收缩力量不够 导致打不出足够的血量 另外一种是心脏收缩能力正常 但是无法适当的放松 造成没有办法将足够的血量收回心脏 而形成供需不平衡 心脏衰竭的症状有水肿 容易喘以及容易累 心脏功能不佳的原因 常见是心肌梗塞 或者是因为精英造成心脏扩大病变 需要服用一系列的药物 以协助心脏功能恢复 而心脏无法放松 造成的心脏衰竭 常见的原因就是慢性病 以及老年退化 除了服用心脏药物之外 还要治疗背后的慢性病 才能阻止疾病恶化 心脏衰竭的原因很多样 最常见的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所导致 包括冠状动脉疾病 半磨性心脏疾病 各种不同类型心肌病变 高血压心力不整等 另外有些虽然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 但残久下来也会导致心脏衰竭 例如糖尿病高血脂酒精 内分泌系统疾病等等 随着高龄化社会的到来 心脏衰竭人数持续上升 除了高龄化之外 过去受限医疗科技 心肌梗塞患者往往在疾病早期就离世 近年来因为心导管技术进步 挽救许多急性重症患者 另一方面 这些救回来的重症患者 也成为心脏衰竭的高风险族群 或随着时代的进步 医疗的进步 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心脏衰竭 有可能是在更年轻的时候 就有可能发生 那发生的原因 也不单单是只有所谓的心肌梗塞 冠状动脉疾病之后才会发生 一项健保大数据研究结果显示 因心脏衰竭住院的患者 10年内成长了9倍 心脏衰竭病有出院后的再住院率 半年内更高达3至4成 要降低心衰竭的再住院率 良好的生活习惯 和正确的服药观念 都是相当重要的关键 有鉴于此 卫福部健保署推出 即兴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以医师 各管师 药师 结合营养附件等各职类专业人员 提供病友出院后半年的 后续医疗照护 我们发现即兴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改善了病友的服药习惯 活动能力 心脏功能 也降低了再住院的比例 病友也应该持续健康生活方式 如减少盐分摄取 避免肥胖 适度运动 戒烟 误过度饮酒 规则服药 当遇到水肿 呼吸喘等典型症状时 尽数与医疗团队联络 目前我们常知道的所谓的心脏衰竭的产生 最常见的可能还是所谓的冠状动脉的疾病 或者是产生心肌梗塞之后 造成心脏受伤 造成的心脏衰竭 全球的心脏衰竭大概有6000万人 台湾心脏衰竭约1%到3%左右 以3%来说超过70万人 事实上心脏衰竭在健保署资料库里 有用药超过24万人 基本上有50万人是潜在心脏衰竭的病人 如果发现自己的双脚水肿 轻微的活动就容易喘和累 甚至晚上睡觉更喘 甚至躺不平就要到心脏科门诊求诊 以排除心脏衰竭的可能性 现在介入的一个技术进步之后 可能可以让这样的一个年纪大的病人 可能延续他的一个生命 可是他发生心脏衰竭的机会就增加 随着心脏衰竭越来越严重 甚至有些心脏衰竭的病人 你会发现他的两只脚 下肢会有水肿的现象 那这也是代表心脏衰竭的症状越来越严重 医师提醒有高风险的人 包括高血糖 高血脂 高血压 或者有冠状动脉心脏病者 发生心脏衰竭的机会就会大幅增加 民众应提高警觉 随时注意身体状况 别让汗事发生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TVBS新闻直播回到YouTube频道了 提醒您 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7点到9点 由新化主播为个为新文化重点 记得一定要来参加直播